我们这边的超市里有一种小零食叫做虎皮核桃,要28元一斤,每次我儿子想吃的时候,奶奶就会在家给他做,干净卫生,不需要任何添加剂,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 这些一共是400克核桃,倒在盆子里,先用清水淘洗一遍,去掉表面的灰尘。 咱们自己在家做各种各样的美食,干净卫生永远是最重要的,然后用厨房吸水制,擦干表面的水分,这样可以减少待会儿加热的时间。 然后把所有的核桃放到空气炸锅里,把它们整齐地摊开,温度150度,烤12到13分钟。 时间到了以后,把烤好的核桃全部倒出来,先把它放凉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烤的颜色,不深不浅正好,而且吃起来不会发苦。 凉了以后就是核桃酥,但是咱们今天还需要一个步骤。 起锅加入100毫升清水,150克冰糖,60克麦芽糖,这些是400克核桃的用量。 刚开始可以先用中火加热,让冰糖完全化开,等化开以后再改成小火加热。 中间一定要勤用铲子搅动一下,把糖液熬到从冒大泡变成冒小泡,颜色变成这种微黄色就可以了。 再把烤好的核桃倒进来,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 快速翻拌均匀,让每一块核桃表面都裹上糖液。 然后全部倒在一个托盘上面,这时候趁着糖液还没有完全凝固,把核桃给一块一块地掰开,放凉就可以上桌享用啊。 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糖浆,入口非常的香甜酥脆。 等凉透了以后装进保鲜袋,平时可以当成一道不错的营养小零食。 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点赞关注分享一下。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